国宝一百 渐渐精彩 在中国绘画史上 有关古代绘画作品的真伪问题的争论一直都存在 许多重要的画作至今都没有达成过共识 我们今天要讲一幅画 这幅画充满了争议 曾经引发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中西方学界的国际大讨论 这幅画就是现在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传为五代董元的西暗图 所谓传为是书画界的一个术语 就是相传是谁谁谁的画 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西暗图 最初是在1937年被徐悲鸿发现的 据书画大师建商家谢志柳先生回忆 当时这幅画状态是乌黑乌黑的 那为什么会乌黑呢 是因为过去屋子里都点油灯 还有做饭 时间一长 这烟气就把这画给熏黑了 我们今天看古画都是黑不溜秋的 其实它一开始没那么黑 都是后来受了污染才变黑的 这乌黑 说好了叫包浆 过去老先生经常说啊 这画包浆重了点 就是说这画有点黑 包浆是软质或者类似软质的东西 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壳 所以南方人叫它皮壳 比如你可以说 这幅画或者硬木家具上有包浆 但质地坚硬的 比如你说瓷器和玉器上有包浆 那就是外行了 后来这幅画送去表画店清洗 一清洗 这画面就变得毛哈哈的 古画洗的时候特别可怕 我见过 那老师傅先做一壶开水 然后直接拿这开水往画上浇 这水必须得热 不热画上那脏洗不下来 第一次我看洗画的时候就把我吓住了 我当时心想这画这么洗还拿得起来吗 洗过的画之所以变得毛哈哈的 是因为洗画的时候 颜料会有一点点印色 画面就会变得模糊了一些 我们说回这西暗图 1938年张大谦来到了广西桂林 避战乱 当时徐卫红就住在那 张大谦到徐卫红家里赏画 一见到西暗图就惊叹不已 于是就跟徐卫红商量 说把你这画借回去 我拿家欣赏欣赏 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可张大谦这一借就再也没提还了这事 张大谦从广西回到了四川 把画也随身带走了 借了人家的东西不还也不给钱 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 先别说徐卫红怎么想 这事在张大谦心里总是咯咯咯咯咯的不舒服 觉得自己这么做事不规矩 所以六年后 也就是1944年春 张大谦派他的盟弟 也就是结拜的弟弟张穆涵 到重庆找徐卫红 找了各种借口说 这画实在拿不回来了 能不能用扬州八怪之手 清代书画家金农的风雨归周图 交换一下 徐卫红见张大谦如此喜爱 心里就想算了 就这么着吧 与其拿不回来 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从此西暗图就一直跟着张大谦走南闯北 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张大谦去纽约办画展 西暗图被著名的旅美书画建赏大家 王继谦看到了 王继谦同样也是一见如故啊 喜欢的不得了 但人家不借 直接用拔打山人和石涛等名家的 多幅明清书画 把西暗图给换了回来 算是平等交易 以前啊 藏家们之间经常不动钱 行话叫五马换六羊 藏家们看到别人的东西啊 总觉得好 心里一痒痒 但缺钱又买不起 那怎么办呢 就互相交换 东西玩过一阵子 看得就没那么紧 所以交换也是一个手段 1957年 谢志柳在编辑出版 《唐五代宋元明记》的一书中 首次刊发了西暗图的全貌 在说明文字中明确该画为董元风格 但没有提真迹 或者类似的说法 从此西暗图陆续被以董元的真迹 或传为董元的作品出版 一般绘画啊 认定是某一个人的画的 比如齐白石绘 那就是齐白石画的 如果认定它是一种风格 比如说齐白石风格的绘画 它就有可能是齐白石画的 还有可能是其他人的代理 这事儿一下子就过去了40年 为什么一下子40年呢 因为王继谦先生 看东西看得特紧 轻易不撒手 1997年春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 美籍华裔金融家慈善家唐刘谦 出资500万美元 从王继谦手中购得 包括西暗图在内的十多件艺术作品 这些作品被珍藏在大都会博物馆 很快呢 纽约时报的头版就发表了评论 美国的大报特别注重艺术报道 纽约时报把西暗图称为中国的蒙娜丽莎 这是一山水画 那是一人物画 这形容有点不太撇谱 大概外国记者认为那毛哈哈的感觉 就是充满了神秘的蒙娜丽莎 事已至此 被国内外名家竞相收藏的西暗图 近一百年的命运 似乎尘埃落定 然而接下来 西暗图即将面临一场来自中西方学界的大讨论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暗图 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作 西暗图是捐本色色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绘画 一种是捐本的丝制品的 另一种就是纸本的 这张画的纵长2米21 横宽1米1 1比2的比例 很大的一幅画 相传原是轻功就藏 后辗转为私藏 画的左下角有个书画 后院复始 陈董元画 这幅山水画的前景是一片水域 紧邻水畔有一座小亭 小亭中有一位身着乌帽长袍的高士正平澜而望 高士右侧齐齐豹子 二人之间伴有侍者 画面后颈是风乱叠杖 高大的桥木随山岩的走向囚禁生长 画面的左侧岸边处理着古树 亭后峭壁山崖飞出一条银托 飞托跌入水潭与前景的水域连坠成片 细看 亭后右侧于山坳间隐移着几处房屋 一个木童骑着老牛沿水边的小径 从一户人家门前经过 小童正好奇地探身张望 这条水边的小径可以一直冲向远处的山谷 一路上几位形色匆匆的旅人 来不及欣赏沿路的风景 全都躬身前景 不履不平 中国山水画 有几个简单的构图 叫远山进水 溢水两山 它有一种常规的比例 类似口诀 叫做丈山尺数寸马斗人 一丈的山 一尺的树 一寸的马 人就画成痘那么大 这一块 就符合这个规律 那么这张画除署款外 西岸图还有十九枚收藏印 按时间顺序 一次是南宋晚期的奸臣 大收藏家贾思道的月生 和邱鹤两枚丝印 元代宫廷 金石书画鉴赏家柯九丝的 丹丘柯九丝张 柯氏静重 和柯氏青丸三枚印 明代 洪武年间那幅收藏书画的 典礼稽茶四印 只有半个印 以及被认为是清代人 庄永生的天水镜 收藏书画印记 另外那十二枚印 分别是张大前和他二哥 张善子的收藏章 书款 后院副史 陈董元画 点名了画作的作者 董元是五代南唐杰出画家 自书达 中陵人 及今天的江西人 南唐时 曾任后院副史 后院副史就是一闲差 所以他又被称作 董后院 董元攻山水 早年学唐代大画家 李思逊 及师从王伟 善画江南秋色 山水远景 宋代书画家 米弗在画史中 给了董元 很高的评价 说董元 平淡天真多 风鸾出没 等等等等 在唐朝灭亡的 907年到宋朝建立的 960年之间的 动荡时期 许多表现大自然 雄伟气势的画风 正在慢慢形成 他们大多不取 唐代山水的鲜亮色彩 改用水墨蕴染 捕捉烟云变换的 视觉效果 他们的作品 齿幅巨大 使观者沉浸于 庄严的大自然之中 当然 也有人对这幅 中国的蒙娜丽莎 提出质疑 1997年8月11日 美国纽约客杂志 发表了专栏作家 卡尔尼根的文章 大都会博物馆 刚刚获得的 中国的蒙娜丽莎 它是真迹吗 文中引用了 加州伯克利大学 艺术史教授高居汉 关于线图 不是十世纪的作品 而是二十世纪 艺术家张大千的 伪作的说法 这一说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一提到高居汉 了解中国艺术史的人 对这个名字就不陌生了 高居汉是一位 研究中国绘画史的 资深美国学者 他长期担任加州 这个伯克利大学艺术史 和严州生院的教授 同时他也是美国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 中国书画部的顾问 他的大部分著作 都以风格分析为基础 来研究中国绘画史 他的著作 在西方学术界 享有很高的声誉 我们再回过头说 这纽约克 这杂志 1920年代 有三大杂志 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是 读者文摘 时代和纽约克 与读者文摘 则文摘录 和时代周刊报道 世界新闻不同 纽约克更强调 高端小众关注的文化艺术 他的受众 多为上流社会的工知阶层 所以就可以想象了 纽约克上这篇 援引高居汉一评文章 一经发布 所引发的轩然大波 此论一出 美 欧 中国 大陆 都有人复议 当然也有人反驳 鉴于学界持 不同的说法 美国大都会博馆 于1999年12月11日 在纽约举行了一次 中国化鉴定问题的国际讨论会 中心议题就是 西暗图 应邀与会的和自动参会的 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中国内地与会人员 有书画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 著名的建筑史专家 文物鉴定专家傅西年先生 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主管绘画的副馆长杨新先生 这一天呢 我正好在纽约 我就凑热闹去了 说句实在话 中国人说话 咱还不一定都听得懂呢 外国人说话 那就更听不懂了 好在我身边有一朋友 在我旁边有一搭没一搭的 帮我做翻译 这听证会有点像打雷台 一番唇枪舌战肯定是在所难免 认为此话是张大千作伟的主要的都是海外学者 以美国高居汉和著有中国话论研究的日本学者 古元申宏为代表 否定这种观点呢 是时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部主任方文 何木文和启公先生 高居汉在他的论文对西暗图十四点质疑中 通过对西暗图的笔墨 构图 造型 书款 印章 流传等十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并将十世纪山水画及张大千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指出此画风格与十世纪山水画风格大相径庭 而与张大千晚期的作品十分相似 那他为什么怀疑是张大千的尾作呢 因为张大千在民国时期大量作为 据说啊 他别说他的右手 单凭左手就能临摹一百个人的书法 对比高居汉提出的十四点质疑 我国的书画大家 鉴定大家 国学大师启公先生 一看图片就断言 说美国人说的西暗图是张大千的尾作啊 完全是无稽之谈 面对对方提出的十四点质疑 启公先生就一句话 根本不值得讨论 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作为中国鉴定界的泰斗人物 我们不得不探服 启公先生惊人的眼力 但同时对这种过强的主观意见 不能被听者所理解 所以在高居汉立正 西暗图是张大千的尾作的发言后 在场给予了长时间的掌声 而对中国专家陈述的观点 现场常常出现无人能懂的尴尬局面 那么你就会问 那为啥咱们这么牛的鉴定家 不给他列出十四个点回答他呢 这就要说到中国传统的鉴定方法了 那就是木鉴 说白了就是用肉眼观察 也称之为旺气 这说起来可有点悬啊 旺气是你对一个事物总体做出的迅速的判断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你到菜上看一菜农地上堆着一堆菜 你远远的一看 说他那菜不新鲜 你怎么知道不新鲜呢 你这就叫旺气 这堆菜给了你一个气息 就是不新鲜 再比如你第一次去一家餐馆 你一进门就说 这家餐馆不行 这餐馆的菜肯定不好吃 你还没吃呢 你怎么知道呢 你这就叫旺气 周围环境的卫生 桌椅餐盘的摆设 服务员的眉睛打彩 各个方面都给你提供了信息 使你在一秒钟之内就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判断 这地好吃不了 说白了 过去的算命先生最会旺气 好的算命先生还真不是张嘴就胡说八道 那不成的 他知道你的部分信息 你来算命的 不是杯就是喜 都写在脸上了 您翘着嘴角来的肯定都是喜事啊 对于书画鉴定来说 旺气是体会一幅画作的气韵 所以这种旺气对鉴定者的眼力有极大的考验 鉴赏家对书画的笔墨造型图章 琵琶装表等诸多项目有相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 抓住几个重点就立刻可以得出结论 而西方学者通过对艺术史的学习 归纳形成了所谓的形态学的分析法 这种方法借鉴了西方美术史的鉴定方法 他们通常认为笔墨不过是描绘题材的一种技巧 并不能作为鉴定的独立标准 他们更注重绘画风格的线条 形态色彩质地留白空间感等综合表现 听起来更偏重客观的理论分析 这种偏重客观的分析法更适合西方绘画 不大适合中国绘画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绘画是以画家人格文化修养为基础的情绪的表达 这和西方式的分析很不一样 所以中国绘画有一个西方人不懂的词 就叫笔墨 那什么叫笔墨呢 是用毛笔的人都知道 你自己写不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字 这东西就叫笔墨 你不信你写一书法 你说我这回写的好我再写一个 你就写不了那么好了 过去书画鉴定大家 徐邦达老先生第一次出国看油画的时候 看了半天愣愣地说 这画没有笔墨呀 全场人都听晕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老先生 所以你看中西方绘画的基础那么的不同 鉴定起来也需要建立在不同的文化之上 那么中西方两种不同的鉴定方法如何彼此承认理解呢 恐怕就需要引为更加客观的科技手段了 作为支持西岸图为古代画作的一方的代表 时任大都会博管亚洲部主任方文的助理何慕文 一位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美国人给出了他的鉴定依据 在他的对西岸图与张大千两幅伪作作品的比较分析中 对比了包括了茂林叠障图 琵琶双圆图等张大千数件委托古人的作品 与西岸图的差别 通过了对织物的结构 展色工艺 保存状态 修补技巧 建藏印章的物理分析指出了 西岸图并非张大千委坐 首先他找到了两幅张大千的委坐作为标准器 然后对西岸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高科技检测 通过红外线的扫描 X光的拍摄 数码影像等技术手段 确定西岸图采用的是双拼铸 铸的经纬线粗细几乎一致的组织结构 这种结构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 铸丝色泽深暗 与做就处理的其他图画的西色不云完全的不同 再有就是印章问题 西岸图上南宋道明的收藏印章 与其他被定为真品同时期的印章 呈现出相似的状态 且印泥泛白褪色 而张大千张扇子的收藏章 与坐尾的印章性状倒是很相似 此外 科技检测专家还利用数码影像 制作了西岸图修补区域的示意图 通过综合研究认为 西岸图经过三次修补重表 首次重新装表是在宋代 修补所用的材料是借用原画中的涓 应是此画上端部分隔下来的涓 那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张画原来更大 第二次重装和香补呢 推测是在1946年春游张大千 运用的装表是刘绍侯修复 但他所用的涓就不是原画上的同一种涓了 第三次重装是20世纪60年代末 由日本的著名的书画装表师 穆黑三次完成 这次重表只在整幅画的周边部分 将了一些补丁算是小修 以上和穆文提供的证据 虽不能明确西岸图是董元作品 但可以证明他最晚是13世纪的作品 不可能是张大千的尾作 这一结果对高居汉十分不利 随着这场学术的大讨论 以及讨论后的发酵 高居汉等人的看法日渐是微 而认为西岸图的确是中国早期山水化的看法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业内认可 目前传董元存世化 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肖香图 辽宁博物馆藏的下井山口带渡图 上海博物馆藏的下山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龙肃交民图 日本黑山古文化研究所所藏的寒林重庭图 由于这六件传董元作品的风格非常的不同 学界对哪一件能反映动员真面目尚无共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换一种思路就能听懂 中国书画鉴定中的人名 你可以视为是一种品牌 在一个画家名下的作品 应该统一某一种风格 如果风格不同意 那么这个品牌就变得没有价值 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存是张泽端的画就这么一张 那么这张画叫张泽端还是李泽端还是王泽端画的就变得不重要了 但是在中国传统书画文化中 他的观念又这么认为 一幅画必须要依附一个画家存在 如果你说这是一个五款送画 叫清明上河图 大家就觉得价值差了这么一点 所以说如果一个古代画家存实的作品过于稀少 这位画师又在历史上极极无名 那么客观的说 他存实的画就不能说明某一种风格 那么就显得意义过于单一 这场争论过去了17年 2017年3月2日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兼CEO康百唐宣布 唐刘谦先生 已将中国山水化传世铭记西岸图 捐赠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 这正如大都会的官宣所言 大都会不断顶西岸图出于董元手笔 也不排除其手笔之可能 此画的重要性主要不在其与董元的关系 而更在其雄伟完整 足为早期山水化的典范 大都会博物馆的官宣说得多好啊 这画是不是董元的根本 不管这画是不是董元的 还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 只要这画倒带就行了 美国大都会的这一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至于它究竟是谁画的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西岸图代表了宋元时期 中国传统山水化的最高标准 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百年鞭沛流离 一朝尘埃落定 国宝情未了 下集听分晓